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小S徐希蒂与蔡康永主持的康熙来了前年收摊,两人最近再度合体新节目真相吧? 花花万物,六日首播,并邀请中国女性谢娜担任来宾,果然创下破译的点击率。 不过成绩看似不俗,但许多喜爱康熙的观众,看完小S及蔡康永的新节目后,却纷纷给予极低评价,PTT以上,更有网友发文狠批,尴尬到一个极致,坦白吧。 花花世界光单极致作费就高达6000万台币,制作人在播出前,更挂保证来宾都是大咖子,让不少粉丝相当期待,却没想到期望越大,失望越大。 许多网友看了播出后,不但表示难看,并纷纷呼唤小S还是回台湾主持,认为看得出来很努力,但生活文化跟中国拆太多,更有人表示,节目中间差一堆特效和重复播放动作,对谈话节目来说,实在怪到一个不行,新闻写单极致作费5000万,实为6000万,应该都花在布景上吧。 这内容要花到50万吗? 粉丝专业时尚编辑的真心话也在脸书上分析,有康有戏在手,还要弄一堆套路和鬼特效,就像已经有Alexandreo没手的设计了,你还要请一堆明星来走秀,多次一举之余又模糊焦点,可怜。 就连在节目中,也播出谢娜对于康星两人的评价,只见她毫不留情地直说,二个人合作,有点生疏了。 小S,左,与蔡康勇,右,主持的真相吧。 花花万物,反应不如雨漆。 翻设自微博,小S与蔡康勇,右,主持的真相吧。 花花万物,收集请到谢娜,左。 翻设自微博,真相吧。 花花万物在PTT复评不断。 翻设自PTT。